这个女孩出生在凡圣的名门望族 小学时因为家里太有钱而被同学欺负 帮主人保护她也只是为了跟家族扯上关系 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 大家在乎的都只是她的身份罢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女孩蝶只能让自己变得傲娇起来 意思方便保护自己 这次她为了独自生活搬进了最高级的公寓要怪怪 到了四楼她的行李掉在地上怎么也抬不动 这时话伴一朵朵地从窗户飘来 白发一桶的美男子与胡出手相助 她哭着跪下说等候主人多时 落着妖怪馆的人都给签约一位贴身的妖怪保镖SS SS的意思是迷迷互惠的意思 玉狐便是蝶家人三次为她签约的 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人类的祖先和妖怪结合 他们便是伴妖 因为很容易被纯雪妖怪盯上 所以这些伴妖便团结互助建立了这栋公寓的安全系统 蝶也是一位伴妖 蝶不想有SS但奈何玉狐太连了呢 还总是吃苦肉剂 让心底善良的蝶不由自主地关心她 最主要的是那一句 让我成为您的狗吧 太上头了 而这夜 蝶被强盗挟持了 玉狐暴怒 甩气变身 手接子弹 随后玉狐还吻上蝶的脚 牵上了她最忠诚的心 她深情地说自己不在乎蝶的身份 只因是蝶 所以才愿意留在这 祈求蝶能让自己留在她的身边 第一次有人对蝶说这种话 蝶神受感动 而同意的 最后玉狐便十分放肆地开始连着蝶 就连蝶要去上厕所 也要粗粗可怜的 喜别好久 她就像一只终极舔狐一样 一天到晚对蝶要喂吧 蝶带着玉狐和邻居小准去买东西 一路上蝶都在思考 应该怎么对玉狐好点 才能回报她的那番话 当逛街回公寓后 半腰也强威 说歌流多不见了 在夜幕即将降临 正是半腰容易遇害的时间段 于是蝶三人着急地出去寻找 结果半路却被图币变出的墙给包围了 本来天亮墙就会消失 但蝶一想到玉狐会太思念她 所以她竟然变身 和玉狐同时已到斩断墙壁 玉狐就像适合复得班的 连忙报警的蝶 这一幕看完总之 就是非常的酸 蝶作为妖怪的血统 而且能够施法的存在 从小别被当成了吉祥物一样供养者 没机会跟父母有太多接触 有次 她说自己羡慕普通的妹妹 却被父亲打 因为父亲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妹妹 她心疼妹妹总是被拿来跟蝶比较 这天大早 蝶冠上的校服作为成绩第一的高一新生入学 昨夜蝶发了一条信息给玉狐 玉狐开心地把这条信息备份在电脑和SD卡和信息中心 还把打印出来的纸质板锁在了保险柜 并决定每晚睡前一来 这就是爱吗 但后来蝶提早放学了 回家路上却看见玉狐在问别的女人 大长腿高跟鞋 我也要 之后玉狐解释 这是为了拒绝女人的告白而同意的补偿 也就是接吻 所以告白是失败 还可以得到接吻补偿 蝶突然觉得玉狐很虚伪 没有感情也能亲吻 就跟他身边的女友们一样对着他假笑 蝶生气地说他肮脏 玉狐想起了不堪的往事 便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服侍蝶了 两人就这样默认解约 事后蝶却有十分后悔 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而伤害了玉狐 但故思义的傲娇让他没有去找玉狐和解 只要晚上的饮兴晚会 有两个男生在嘲笑蝶 玉狐生气地将水泼到二人身上 他真肯温柔地说出蝶的优点 随后蝶为了保护玉狐 竟往自己的头上倒水 然后潇洒地就发表心生感言了 蝶真诚地对玉狐说出谢谢 也正是和他签订契约 现在蝶面对玉狐会心跳加速 在怀疑这是心律不振的原因 但原因大家都懂 玉狐就是放心纵火犯 等到第二天 新入住一号房的杜黎 和他的SS夏木禅下来找玉狐 三人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好友 杜黎之前为了欺憾的女人哥流多 离开了公寓去修行 现在终于回来了 而夏木就有些那个啥了 因为他是玉狐的青梅竹马 而且他的能力有些变态 收牛逼点是包罗万象 看透一切天机 索迪俗点就是可以知道 女孩穿的胖子颜色是什么 夏木跟蝶说悄悄话 说他知道心律不振的原因 结果夏木轻轻蝶的举动 玉狐吃醋了 他吻着蝶的手说自己嫉妒了 蝶受不了靠得太近的玉狐 他开始担心自己心律不振 可能是得了大病 玉狐是第一位认真的想要了解守护蝶的人 苏蝶一直在烦恼如何向他道谢 有小种提议可以写信 于是蝶便认真的写集信来 夜里又独自去商店挑选信封 回家路上有个醉鬼想搭讪 蝶被暗中保护的玉狐赶走 玉狐委屈地问为什么出门不带他 有事也不告诉他 如果无法保护蝶那么他存在的意也就没了 可就在蝶万分感动的时候 他的未婚夫清灵却霸气先生打断了二人 但从这个装扮来看 大家也能看出他绝对是个变态 因为今年是个会把所有东西都区分S&M的中俄男人 例如夜晚水缸 更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被他区分 本因为会上眼填狗与变态的抢亲大战 但万万没想到他只是来跟公寓的人打个招呼 因为起来流浪的原因 所以他基本不住在公寓 而以前他是玉狐的主人 现在他是哥流多的主人 穿上女仆的哥流多也太猛了吧 而哥流多这个人一直都是蓝散状态 体育哥跑一半就突然消失 上个时饿了就直接在教室开饭 但其实体育哥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他去救赎上了一只猫 因为他觉得猫跟肚离的本体很像 所以才会拒救 等到中午超级吃货哥流多因为没有午饭吃 而好心的蝶分了他食物 从此就被哥流多当做好朋友 他虽然一直不被同学待见 但是哥流多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一点心愿 这天方学蝶碰上了妖怪 肚离变出了多个分身配合蝶给了他殖民一击 这时哥流多过来发现妖怪没死透 还想要偷袭 他变出原神骷髅 接触了蝶和众多分身中的独离 不管是有几个独离 哥流多都知道哪个才是本体 如果这都不算爱 那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后来公寓里的女僕抽奖得到一盆花 带回来 结果花盆里有妖怪 触发了公寓的安全系统 每个房间都成了妖怪进不来的节节空间 玉虎和蝶因此不得不独处一室以外 等到天亮妖怪就会消失 已经意识到自己对玉虎发情了蝶 独处一室使他害羞和紧张 心跳更是 碰碰碰 正常了很久 他终于说出了那句 ありがとう 但玉虎的回答 也就是我为了您而存在的 因为我是灵灵蝶大人的中全 瞧瞧人家这个觉悟 但袭击公寓的其实根本不是大妖怪 只不过是喜欢贴人身上的 无害妖怪 可是这对于玉虎来说 简直就是比大妖怪还要致命 是让他们粘在了自己组人身上 而慢慢的 蝶在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玉虎 那这样就没办法回报 对自己关怀被知的玉虎了 所以绞尽脑汁的迪也想出了请玉虎喝他泡的咖啡的方法 想更加了解他 喝咖啡泡好了 但是想了一夜 迪也没有想出来 应该怎么开口请他品尝 但最后他还是鼓起勇气 邀请了明晚八点在他房间里喝咖啡 之后迪也觉得太害羞了 这是第一次约人到他的房间 为了能够让玉虎喝上完美的咖啡 他的个流多却少是买糕点 结果差点把吃吃饼全给吃光 等回到公寓后 距离八点还有四个小时 而迪也已经紧张了一天 男儿咖啡最后还是没有合成 因为清零又疯疯活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给大家带了一些奇怪的礼物 然后硬拉着大家开狂欢派对 等到派对结束 他就带着自己的仆人哥又多离开了 离开前对迪说 明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说 第二天 迪放学后来接他的人是清零 清零逼着迪跟他一起吃吃饭 看电影和水族馆 结果全程都让迪觉得好丢人 好想回去 因为清零对什么都大声地叮一SM 不过清零没机会说出 他要说的事情 因为哥流多和杜梨也在 本来是今晚约了跟玉湖喝咖啡的 迪也却违约了 回到房间就紧张地发短信 向玉湖道歉 玉湖却并不理他 迪也变紧张地赶紧找上门 却被生气的玉湖气泡 那一刻迪也发觉自己对玉湖的喜欢 愈发强烈 玉湖不希望清零跟迪也说那件事 一大走就跟他真道真相地打 远到玉湖的身世竟是如此奇惨 他虽然作为家族的荣耀 拥有着九尾狐之力 但是他却从小就被软禁起来 无人过问他的感受 为了离开这个冷血的地方 他学会了恰美假笑 用身体同女人交换自己上网的自由 说同俗一点 也就是利用自己的帅气去绑富婆 其实像玉湖还有迪也这些半妖之人 也被称为反祖之人 他们所在的家族会因为他们这些特异之人 而变得辉煌 和玉湖利用博取女性尚未女士部装 最后他接近的是一位女会长 但这次他需要服侍的 就是他儿子清零 一天清零让他帮忙回蝶写来的信 刚开始玉湖只是自己捏造一个清零的形象来恢复蝶 后面在他越来越了解蝶 知道他是一个细腻温柔观察路微的人 乐爱生活的人 有自己思想的人 慢慢的从小就戴着面具的玉湖 开始有了自己的感情 他和蝶通过这一封封的信互相救赎 因为他们遭遇似乎完全一样 现在清零想要告诉蝶的重要的事 正是关于玉湖带回信的事 其实蝶早已知道回信的人 不是满脑子都是野狗的清零 但是他今天才知道原来是玉湖 伴妖们有转世轮回的说法 所以夏末提议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 放进时间交囊里 小种和夏木一起挖了个洞 等大家把信放进去 蝶也写了 顺便他把之前一直没有送出去的感谢信 先送给了玉湖 那个时候蝶发现 他把要写给未来的信给了玉湖 心里写着想要变得更好 然后永远地和玉湖均在一起 在蝶知道玉湖已经把信看完的时候 他实话了 蝶还就躲在了公园里 等他稍微冷静下来开机 就接到玉湖的电话 玉湖在电话里 火吃心扉的时候不喜欢玉湖 玉湖很自卑 如果做过那些肮脏的事情 他不配得到蝶的喜爱 所以他看完信后 也不敢自作多情 只能强认着自己狂乐的爱 这时蝶才明白 原来玉湖跟他一样讨厌自己 因为玉湖他才有现在的改变 所以蝶决定要为玉湖带来勇气 哪怕只有一点 在玉湖找到蝶时 蝶紧张地向他告白了 即使你无法喜欢自己 我也喜欢 蝶还没有说完就被玉湖抱紧 他激动地重复着 我爱玲 我爱你 这是2012年的生机动画 妖狐插扑 SS 他没有多神 喜欢他的仁慈 但对喜欢里面的猛斧罢了 而有人拿这部动画来提舔狗证明 谁说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那只会应有尽有 但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人家是一同美男子 我知道你是不是 毕竟应有尽有 那应该是美男子的特权 而所谓半腰反左的设定 其实在我看来是有些浪费 因为这设定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很棒的世界观 但用来卖萌而卖萌 也不是不能接受 只能说看完后 我才知道这部动画真不是标题一档 友情提示 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这个类型动漫 但如果不喜欢 也不要过度恶言相相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有个孩子的九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书冰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